你是有這種經驗嗎? 有 有 阿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下嗎? 可以想一下故事 就是可能出去 一直出去 單獨 然後就有一個 到最後有一個氣氛嘛 你跟他還有後續嗎? 比較沒有那麼長聯絡 我不會 有身邊朋友會吧? 有 就是可能去酒吧 然後喝一下酒 然後 後來就不要已經去廁所了 嘿嘿 我經驗 你沒有 沒有 沒有 今天在台面上也不好意思說有 但應該是真的沒有啦 是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我相信你 那你認同這個詞嗎? 自己是不會做這樣詞 但是我是 沒有關係的 對 認同的 對 認同的 就是身邊朋友如果有人這樣子做的話 你會覺得沒關係 就是 對 但是人生只有 你自己有這種經驗嗎? 有 有 阿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下嗎? 可以想一下故事 就是 可能出去 一起出去 單獨 然後就 有一個 到最後有一個氣氛嘛 然後就 順利 這樣子 你跟他還有後續嗎? 比較沒有那麼長聯絡 比較 喔 還是會聯絡 還是會聯絡 就保持聯絡這樣 嗯 想問一下 你們有聽過一夜情這個詞嗎? 有有有 阿有經驗嗎? 我同學很有經驗 那邊那幾個等一下都不會分享 那等一下我先問你們 你們是認同這個東西的嗎? 我覺得他們 以他們的經驗來看我覺得是認同 我OK阿 反正看他們現在過的還是很小的 就是可能去酒吧 然後喝一下酒 然後 後來就不要進去廁所了 如果 你今天想要一夜情 你覺得你會跟 朋友一夜情 還是要跟陌生人一夜情? 那其實好像朋友不這樣嗎? 朋友會很難吧 應該陌生人比較好吧 朋友會 怕傳出去之類的吧 所以我一定要選 應該選陌生 朋友的話 太奇怪了吧 可是 會的那個 隔閡? 對 隔閡很快 我覺得陌生人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 不是自己 就是自己那個 任性 應該還是會選陌生 還有朋友 就還是會有一種 隔閡的感覺 就是 做了之後會有一種 乖乖的感覺 很難形容 上次的費用是怎麼處理的? 上次的費用是 兩個人一起付 A的 平分 我付 蛤? 我付 你付? 所以女生不用? 對啊 因為才多少錢 對不對 就一個晚上而已 又不是 長期 那你呢? 我應該也是我們 因為 畢竟是 男生想要做大的女婦 欸? 也不一定男生而已喔 應該 男生吧 或者是女生OK 就平分 可能先付吧 然後看女生會不會繼續 喔 你會先幫他輸 然後再看他說他有沒有可能 呃 給你一些 不動講 不動講 就是他有講就有 啊沒講的話就算了 就算了 喔 男生負 男生負 雙方AA吧 對 因為各其所欣 因為這件事情應該是兩個人都想說 對 我覺得也要評分吧 喔AA 對對對 長下來喔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明顯 真的超明顯 男生們可能稍微比較開放的一點 女生們好像剛剛 只有15個 對 還是會有那種 要先相處過後 才可以達成關係的那種 只要你們真的是有做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保護好雙方